大家好,欢迎来到多彩妈妈的健康生活分享 今天分享在美国如何非常简单用亚洲超市卖的活罗飞鱼做健康美味的红烧鲜鱼 2023年的农历新年即将到来 中国人有过年吃鱼的传统,寓意年年有余 在美国,我们可以在亚洲超市买到活罗飞鱼 我没有采用传统的提前腌制和煎的方法 而是简单的浆鱼水煮 做出了我们一家五口都喜欢的非常滑嫩可口的红烧鲜鱼 罗飞鱼又叫非洲鲫鱼,源自非洲 美国农业部把它列为健康的鱼之一 建议大家多吃,因为罗飞鱼不但含有极高的蛋白质 还富含钾、锡、磷、维生素B12、维生素K等 请参照农业部的这个表格来了解它的营养价值 亚洲超市活的罗飞鱼6.59美元一磅 用活鱼来喷制红烧鱼,非常新鲜好吃 请电源捞了两条鱼 按照涂一把鱼清理干净 两条三磅多重的鱼清理好了 回家把鱼清洗一下就可以煮了 煮红烧鱼,唯一需要做准备的是葱姜蒜 一大勺蒜片需要用四瓣大蒜 一大勺姜片用一小块姜,大约一盎司 一大勺葱花用两根葱切碎 其他调料都是现成的 酱油有很多种,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 这种酱油在美国超市都有卖的 不过它很咸,如果用它要适量减 料酒我用的是绍兴料酒 所有亚洲超市都有卖的 用两大勺相对健康的菜籽油 所有调料都准备好了 一杯拌水,一大勺蒜片,一大勺姜片 一大勺葱花,一大勺料酒 半大勺糖,一大勺酱油,两大勺油,一小勺盐 用一个炒菜锅,炉子开大火 加入油,加姜片,加蒜片 加蒜片,用锅铲翻炒 直到能闻到姜蒜的香味 把一杯拌的水全部倒进锅里 盖上盖子煮 盖上盖子煮 大约一分半钟后水煮开了 加盐 加酱油 加糖 用锅铲混合 使糖和盐溶解 把鱼放在锅里 把料酒撒在鱼身上 用锅铲动一动鱼 以防止它底部粘锅 盖上盖子煮 煮大约五分钟 煮大约五分钟 截开盖子 用锅铲动一动鱼 防止它底部粘锅 用一个大勺子 把汤汁浇在鱼身上 帮助上面的鱼肉也入味 把火调成中火 盖上盖子继续煮 又过了五分钟 揭开盖子 用锅铲再次动一动鱼 确定它的底部没有粘锅 舀一扇汤起来尝一尝 这时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进行调整 加糖或者加酱油 如果口味正合适的话 就用一个大勺子 把汤汁浇在鱼身上 让它入味 汤汁越来越浓 大约一分钟以后关火 这时可以闻到浓浓的鱼香 非常简单的水煮红烧鱼就做好了 把鱼盖起来放在一个大盘子上 用事先准备好的葱花 撒在鱼身上作为点缀 漂亮的红烧鱼鱼就可以上连夜饭的餐桌了 用筷子加一块鱼肉 非常嫩 沾上汤汁 尝一下 好吃极了 再加一块看看鱼肉好嫩 喝一口汤 味道非常鲜美 中国传统的红烧鱼做法是先腌制 然后煎 最后水煮 美国家庭厨房都是开放式的 为了避免煎鱼的味道 也为了吃得更健康 我用简单水煮的方法来做红烧鱼 出奇的鲜嫩可口 我希望每个人都试一试 谢谢你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请点赞留言并订阅我的频道 ив好 看看 简单 感谢 好了 看 我 都